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台气甲未免冠军 男士台钢 新的2021赛季 台钢挖角了两名北市大同的核心球员 上一届金薛奖得主安宜恩 以及进攻好手陈瑞杰 在队上已经有非常多的进攻点的情况下 这让罗志冲教练有着非常幸福的烦恼 台钢拥有全气甲最快的进攻组合 如Marco Benchy 吴俊卿 安宜恩 陈瑞杰 尤家皇 姚克奇等人 对手一旦防守深度不足 就会直接被打快攻 台钢不拘泥于短传组织 只要发现对手的防守深度不足 就会用高调球尝试突破对手身后的矛监 台钢通过短传组织 破解对手前场的压迫 过半场后 立刻打过快攻 尽快完结攻式 这时候后方就被甩开了 线线穿得漂亮 哎哟 这个球再也不会这样再被挡掉 台钢 对手主动收缩防守时 台钢就需要控球在脚 去破解对手的密集防守 台钢主打4-4-2阵型 也可以称为12-4阵型 四后卫双中场 两个边锋 双前锋 台钢由后往前 主要透过短传出球 找到游走在线与线之间的队友 台钢守门员潘文杰 只要没有受到对手的压迫 主要都会选择短传出球 台钢四后卫一致排开 充分利用整个球场的宽度 两名后腰协助由后往前的连接 前锋按炎回撤到线与线之间的空间 去做接应 当对手不积极压迫时 台钢就会推一个后腰上去 试图去创造前场的融速优势 边后卫会配合边锋内切的时机 前插座蝶网助拢了 马可换边找到左路的尤家华 这时候左后卫冯少奇准备前叉跌往 去创造边路二打一的机会 下敌传宗 台钢的核心球员3号阿立 与11号队长吴俊钦为台钢的双后腰 其中吴俊钦较为进攻型 他会时常前叉参与进攻 留下俄罗斯大将阿立作为单后腰 保护台钢的后防线 台钢两翼会拉边提供宽度 双前锋会潜压提供深度 首先先创造出空间后 再去使用空间 做撞墙、内切、交叉跑位等进攻套路 台钢两翼拉边 创造出中路的空间 阿立前叉空间 与Benchy做二过一撞墙 我们再看一次 注意阿立的无球跑位 阿立悄悄地移动到 线与线之间的空间 这里阿立可以插入内部的空间 下敌传中 也可以做撞墙 协助Benchy下敌传中 陈瑞杰边路拿球后 与Benchy做二过一撞墙 下敌传中 下敌传中 阿立的球在中路 一直而空 我手抢 前面完全是空门了 阿姨也可以轻松 台钢的边风会首先拉边 再内切空间去完成射门 或是与支点配合 找到后上的球员 插入禁区完成攻势 他手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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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chy边路拿球后 尝试内切 找到支点后 姚克奇下敌传中 航员的防守球员OG 没有给予足够的压迫 让吴俊青轻松的在禁区内做支点 这里注意姚克奇的无球突破 马可支点回座 Benchy内切找到插入禁区的阿尼尔 太夯 抬肛后长主 Alex 四后位 双后腰 两翼拉边拉扯对手的防线 这里看到尤家晃从边路内切 与中路的陈瑞杰交叉跑位 陈瑞杰边路一对一突破 下敌传中 防守阶段 台刚会适时的发动高位比抢 抢回球权的瞬间立刻打反击 马可无限跑位切断回船的路线 台刚球员聚集一侧形成包围网 吴俊清切断直线 马可切断换边路线 台刚再次形成包围网陷阱 全场抢到球后可以更靠近对方的球门 发动反击 落位防守时 台刚呈现4411或是451的阵型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结 男士台钢在第一循环 就已经攻入了14球 场均2.33 进攻火力强大 但是 以台钢豪华的进攻组合 肯定可以打出更好的配合 以及更多的进球 在防守方面 相较台电与Futoro 台钢的失球数有点多 这是台钢需要再加强的部分 当然这只是部分的分析 欢迎各位足球伙伴 在留言区留下自己的看法 最后 你们觉得台钢是否能继续 未免弃甲冠军 台电与Futoro 是否可以打破冠军荒 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想看更多战术分析 请记得订阅CK足球笔记 按赞 分享给更多的人看到 谢谢 这个手术 请记得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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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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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